大家好,我是张可,很久没有拍视频了 这回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尖锐的话题 是关于奔驰GLC四驱的问题 可能关注我们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几天刚刚发布了奔驰GLC的测试文章 细心的你会发现 这台车在四驱表现的评分是非常低的 而且我们给它的评价也是很差的 那我们可以确保在这台车测试当中 我们的测试手法、测试手段 以及测试的设备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也很匪夷所思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边 奔驰GLC之前的所有款型的测试 它的四驱都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这款新车它四驱这么差呢 我们也是为了摆一次搞清楚 所以我又从用户手里边借了两台不同时期的GLC 分别是2016款的GLC 这台GLC是GLK换代到GLC的第一款车型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第一代GLC 第二款车型是2019款的GLC260L 它是第一次加长的GLC 还一款就是我们测试当中的这台2020款的GLC260L 这台车是目前在售的 也是最新款的GLC 我们把这三台车放到了同样的测试环境下 用同样的设备再进行 针对四驱能力的测试 我们这次为了能够客观能够量化的展示它的四驱能力 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滑轮组和能否脱困的形式 我们采用拉力测试的方法 在四驱测试的台架上 进行三台车不同工况下的拉力测试 得出的拉力数据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架 这个架子包含了四组滑轮组 同时台架的表面上面打了孔 孔的边缘是很尖锐突出的 所以这个台架它本身的附着力是非常强的 是大于百油路的 我们把三台车都分别放在台架上 分别进行四个轮有附着力的拉力测试 前轴有附着力的拉力测试 后轴有附着力的拉力测试 交叉轴以及单前轮有附着力的拉力测试 和单后轮有附着力的拉力测试 三台车总共得出了18个拉力数据 我们把它打在屏幕上 通过这18组数据的对比 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 新款奔驰TLC 在很多数据上都是有非常大幅度的缩水的 只有四轮有附着力时候 它的整体拉力跟之前相当都是1900公斤左右 然而其他的数据的缩水非常严重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可以跟华车组结论相结合 按照华车组测试的难度和日常越野的难度来说 前轴有附着力和后轴有附着力 这两种情况是相对来说最简单的情况 简单到什么地步 最老的CRV中央采用液力吼合器的分动装置 它都是可以来进行脱困的 那第二难呢是交叉轴 第三难是单前轮或者单后轮有附着力 但是你可以发现 2022款的GLC在前轴有附着力时 前轴的拉力数仅有271公斤 在后轮有附着力时后 后轮的拉力也只有355公斤 所以这点拉力是完全不足以把车从华轮组中推出去的 那在实际当中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前轮陷到了泥里边或者陷到了沙子里边 后轮是把车推不出去的 同理后轮陷进去了或者后轮在泥中打滑了 前轮也是挠不出去的 所以这样的表现确实在这个级别当中 或者说比它价位更低的级别当中都是很说不过去的 轻滑轴方面轻滑轴它的拉力数量拉力的数据是671公斤 那这样的数据是可以把它脱困的 单前轮和单后轮只有248和269公斤 这样的拉力也是无法完成脱困的 所以总的来看横向比较2020款的GLC 确实在四驱脱困方面有很严重的退破 我们不管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从结果来看确实它是有明显退步的 跟X3和Q无比 这点是不如它的竞争对手的 而且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比它价位低的产品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针对GLC四驱 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验证结果 也是坚得住挑战的 那我想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新款的GLC的四驱会变成这样的结果呢 可能有人会说成本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也没有本职官方的这种资料 说为了成本 这些我们都没有 所以不去猜测 那我能想到的 或者我能感受到的 只能说新款GLC在舒适性上 座椅的舒适性上比楼款有提升 那如果谈取向的话 我们可以去认为说 那新的GLC是完全放弃了越野的用途 越野的使用环境 完全更深耕城市的这种日常的使用场景 那如果这个解释合理的话 你愿意为他买单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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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